兄弟们这个榴莲只花了我50块钱买的 你们觉得能开到多少榴莲肉 榴莲大家都知道啊 水果之王价格呢也是非常之昂贵啊 一颗平均大概都是100多块钱 不过呢万能的互联网绝对不会让我们失望啊 网上呢有很多种卖榴莲的商家 而且是榴莲的各种各样的形态 什么榴莲干榴莲泥纯榴莲肉啊 还有一种就是正儿八经的带壳榴莲也是卖的很便宜 所以今天的话呢我就稍微买来了一些啊 今天我们就看一下这些各种形态的榴莲肉啊 它实不实惠 来第一个啊 这个叫做泰国金枕榴莲干 价格85块7毛钱 五罐总共500克啊 这一罐呢是100克啊 之前的话呢 我记得我也拍过一次那个榴莲干的视频 有一个是花了我163块钱 买的500克也是榴莲干 但这里啊只花了80多 所以比那个便宜了大概一半左右啊 就是不知道味道怎么样啊 尝一下啊 配料里面只有一个啊 叫做金枕头榴莲 吃的其实还行 对比我们之前买的那个那确实是便宜 但是之前买的那个是比这个要甜的 而且我们之前买的那个100多块钱 它一小包里面只有大概三颗到四颗左右啊 这一罐里面估计可能就能抵它一包对吧 因为那个是两包250个 里面是加了那个防腐剂的啊 它不算防腐剂可能榴莲都没有那么多 但这个是纯一罐里面 连防腐剂都没有 所以说这个正儿八戟比我们之前买的那个划算的 外面卖的那种榴莲呢 新鲜的大概一颗就是30块钱一斤左右啊 而且是没去壳的 对比那个这个价格贵了接近三倍左右 但只能说这个没有新鲜榴莲好吃 这确实还是差点意思 来第二个是泰国猫山王的冷冻榴莲肉 这里呢是三斤重 总共只花了98块钱 咱们稍微称一下哈 那我这个是解冻过以后的啊 这样称完是1144 缩水了大概356克左右啊 我不知道这个算不算合理的范围 反正它这个价格呢 就是32块钱一斤左右 纯榴莲肉啊 这是去完壳的 而且是带着包装称的 如果不带包装的话 我估计更少啊 就是不知道你们买过没有啊 这个销量还是比较高的 总榜销量第三名 某多多上面的 配料表这里写的呢 只是榴莲果肉啊 它没有写是什么品种的 其实这样看啊 我感觉不是特别好啊 它是水汪汪的 但这个已经是我们平台 找到纯肉最便宜的一个 软是挺软的 来一口哈 哇 甜的话真的很甜哎 就是太熟了 真的太太熟了 纸的话呢其实不大啊 而且是很扁的 榴莲的品质其实还可以啊 就送过来的时候 你看都是这种坨状啊 而且每一个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你看底下糖水 吃着的味道呢其实还行 就是这个包装按这样卖的话呢 其实不太好啊 我觉得还不如买冬干榴莲 那个还稍微好一点 那个至少不会有这种水水的感觉 来下一个啊 这个是马来西亚 猫山王榴莲纯果肉泥 这一罐是500克 他说是相当于1.5只的榴莲果肉 导出来的这个样子 价格是99块钱 然后他这里的配料写的很明白啊 猫山王榴莲产地马来西亚 这个呢其实又是榴莲的另外一种形状 就是纯果肉泥的 我之前也买过一次其实吃着味道还行 但是为了做个对比啊 今天又把它买过来了 就相当于这一罐啊 就是一张红票票啊 而且月销量呢是10万加 所以说我估计网上可能很多人都已经吃过这个东西了 来吧 轻轻来一勺 这个我就之前拍视频的时候买过一次啊 这个吃的比刚才那个榴莲 会稍微好那么一点点 比刚才那个要甜啊 刚才那个纯肉的话呢 吃的就水水的感觉 这个它是纯泥啊 但是呢它偶尔能吃得到就是那种果肉的纤维感啊 吃的甜是挺甜的 就是偶尔还是会有那么一点腻 来下一个啊 这个是网上面卖的特别特别火的 这种锡纸盒包装的纯榴莲肉啊 这个呢总共是8盒 一盒100克啊 花了我154块5毛钱 平均这一盒19块钱啊 这个网上卖的特别特别多啊 不知道你们看直播带货啊 或者那种视频带货 有没有人卖过这个 然后它这个用的呢 也是金枕榴莲果肉啊 就是相当于这一小盒19块钱啊 不过这个是没有糊的啊 这个是纯肉 吃的味道啊 我觉得比这个要稍微好 那么一点点 这一盒基本上两口就没了啊 相当于基本上就是19块钱 里面就是两块果肉左右 我觉得没有刚才我们吃的这个果泥味道好啊 这个果泥真的比较甜 猫山王的就是猫山王的 这个可能还是差那么一点意思啊 所以买这个呢 我个人觉得啊 还不如买这个 这个虽然说是纯果泥 但这两个东西呢 都是一样啊 无盒的 无盒的不都是稍微处理过的吗 那你还不如买这个果泥呢 这个还是猫山王的 吃的味道还好一点 来下一个啊 兄弟们 这个是正儿八经啊 买的一只榴莲 而且是最最最最最最便宜的啊 当然是网上面最便宜的 我没有去过那种批发市场 这个是我买的 泰国金枕榴莲 1.2到2斤重的 最小的巴掌果 只花了我58块钱 兄弟们 这个我放了好几天才熟的 它小是真的小啊 不过这样爆开的时候呢 可以看到啊 中间确实有条果肉啊 我们先蹭一下 看看它有多重啊 58块钱 带壳883克 算了一下是1.76 如果这样算的话呢 一斤就是36块钱 我这感觉跟外面卖的 没什么区别啊 咱们看一下这个能开多少肉啊 买这个呢 主要就是对比一下其他的 我们看看新鲜的榴莲 它吃起来到底是什么样的味道啊 你看肉都是黄的 就是特别特别小啊 兄弟们 这里有两块啊 就很小的腰子啊 你看肉就这么小 这是两块啊 这有块稍微大那么一点点的 出入率感觉还行啊 就是大小不是特别大 现在已经四块了 这里还有 我去也有肉啊 然后这里面中间 应该还是会有一块的 最后这一小块啊 这就是50块钱出来的榴莲肉啊 很小很小很小 对比一下 这个是榴莲肉 这个是我们刚开出来的 明显的差别啊 这刚开出来的特别特别黄 尝一下啊 我们看看到底哪个好吃啊 果然这新鲜的还是新鲜的 但是这个糊呢 超级超级大 刚吃进去的也是这么大 但是这个糊还这么大 新鲜的这个呢 划算它肯定是不划算的 但是对比那些纯肉啊 我觉得这个优势还是在的 毕竟新鲜的还是新鲜的 这就是那些果肉不能比的 你知道吧 你看它会结在一块 这些果肉啊 不管你怎么吃 你看 它都是那种水水的 因为拿到手之后呢 它是冻着的嘛 你解冻以后再吃 它不就是水水的吗 这个刚开出来它就不会啊 不过甜的话呢 其实没有那么甜 只是说就是吃着一个新鲜感 没有其他的 所以我觉得不管榴莲换成什么样的形态 我觉得其实价格都大差不差 今天这视频呢 主要说的就是 网上买的那种 这么多形态的榴莲 你对比新鲜的榴莲 哪个更划算 其实我觉得 你要是能买新鲜的 建议各位还是买新鲜的 你买到的纯肉 连壳都不带 它口感就会下降很多 另外可能有人说了 就是快递过来 它如果什么超低温 叶蛋那种 那成本不又高上去了吗 兄弟们羊毛色的羊甚至 还不是我们自己掏钱 如果这么八经 这里面所有的东西要我买啊 我觉得我可能会买这个 因为这个东西呢 第一 它比这个冻干要好吃 第二 这个无盒的果肉在它面前 好像是一样的 第三个 它这个有糊的 可能水水的对吧 而且也不是很甜 对比其他的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可以秒杀其他的 而且价格也不贵啊 99块钱一斤 要不就新鲜的 要不就这个啊 其他的我觉得算了啊 真算了